6月4日,端午节前夕,云南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们也为动物准备了粽子大餐,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节日氛围 关于端午节粽子的口味,动物园内不同的动物都有不同的喜好 为了平衡营养,工作人员特意为小幻熊们准备了苹果和窝窝头两种馅料的粽子 不挑食的小幻熊们来者不拒,抱着粽子大啃特啃,尽显吃货本色 据悉,在动物们使用粽子时,工作人员会全程看护,避免包粽子使用的棉线被捕时 除了幻熊之外,我们也给我们的食草动物,比如像长颈鹿,梅花鹿这些动物 我们也是给长颈鹿为了他最爱吃的胡萝卜馅的粽子 长颈鹿这边,梅花鹿和羊托这边也是他们最爱吃的青草 都是这两种素食性的来喂给他们 除了胡萝卜粽子,青草粽子,苹果粽子等素食粽子 工作人员还为东北虎准备了奢侈的牛肉粽子 在云南野生动物园狮虎山庄 工作人员将用粽叶包裹的牛肉条,用竹竿送到东北虎身边 东北虎身心敏捷,将粽子扯下大块朵鱼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,然后能够来让我们的动物们也体会到端午节的氛围 然后也让他们快乐地度过一个节日 据悉,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 云南野生动物园还将继续为小幻熊们准备两种不同的粽子 游客可以亲自选择粽子的口味与小幻熊互动 一起感受节日的氛围 感谢观看